- 哈嘍,大家好,我是朱格 那我今天影片主題呢是要來介紹薩爾達王國之類我個人新手入坑幾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我覺得你可以先了解那你在剛接觸這一款遊戲的時候會輕鬆蠻多的 尤其是如果你的人生也是第一次玩薩爾達系列的話我相信會對你很有幫助的 那我們直接進入主題吧 首先第一點,薩爾達是一款你以為是RPG的遊戲但實際上是一款解謎遊戲 遊戲中有眾多的神廟,就是解謎點 那神廟的好處是解謎完之後你可以獲得一個素材 累積四個素材可以為你的永久能力做加點 那可以分血量跟耐性,耐力啦,血量跟耐力 那我個人推薦是加血量,原因是這個版本的小怪打人都太痛了 你初始的血量是4顆星,但基本小怪大概都打2到3顆星 隨便精英小怪呢4顆星4.5,直接就秒殺 那你走在路上就算你不想跟他打,他路上隨便揮你一拳 你可能就再見了,遊戲體驗非常差 所以我個人覺得先加血會比較好 至少先加到個6-7顆,會比較保險 就算你不打,也可以落跑 好,那此外神廟建議遇到就多解 因為打小怪是有等級限制的,但是解神廟並沒有等級限制 那此外你解了之後可以加點嘛,那另外還可以當傳送點 遊戲的傳送點除了固定那幾個大的傳送點之外 其實就是透過神廟的部分去做傳送 那你不論在未來解一些支線或者是跑圖上面 多一個神廟傳點會讓你輕鬆非常多 所以遇到神廟就可以解 好,第二點,素材你會在路上採集到非常多的素材 素材在單獨吃的時候是比較浪費的 可能一個素材的半顆星,那你把它烹飪的時候 它會變成料理,回血比較多 至少都是翻倍的成長 那要幾個大原則啊,食材跟食材 怪物的素材,可以跟昆蟲去做結合 那此外你烹飪完之後,它可以變成一個紀錄 你就不用擔心你烹飪哪些失敗 當然相對,你烹飪失敗,它也會幫你紀錄下來 知道你哪些東西亂放,是不行的 那料理的方式呢,你需要進入到道具選 蛋,手持素材 然後呢,面對有這個鍋子 底下要點火啊,再丟進去才可以 說去好玩的 我一開始怎麼烹飪都不知道 好,再來,戰鬥的話呢 我目前,因為我剛玩大約20個小時 我覺得能不要打就不要打 這個初始,當然對新手來講超不友善的 鼓勵潛行,能繞過就繞過,浪費素材 遊戲中呢,你好不容易打死怪物 你可能是為了它背後的寶箱 那寶箱有機率都是爛東西 那打的時候呢,除非你技術很好 不然你要用大量的灰血妖劑 更不用說經營小怪被秒殺嘛 那素材是可以賣錢的 當然如果你花越多素材,才獲得一點點東西 那投資報酬率不高嘛 又不像傳統RPG打怪就可以升級 所以我建議等到你能力強一點 你血量高一點 然後呢,用血量去黏壓 你就不用消耗到任何的素材 然後打完之後又可以再獲得他們的寶箱 然後再拿那些素材去賣錢 那累積錢 錢在這個遊戲裡面是前期非常非常重要的資源 所以我覺得怪物都是繞過就可以了 那此外這個遊戲呢,有一個余料建造 相信各位在新手教學的時候都知道 那余料建造的話,最常用的是放在武器的組合 不論你要是長棍接長棍,長上加長 還是短劍加短劍,傷害爆表 或者是劍加爆炸系的 我個人目前比較推薦的組合 就是前面加個爆炸果實啊 然後打到怪他就會燒起來啊 武器組合除了讓你更好的去攻克敵人之外 也可以讓攻擊直接提升 很多怪物掉下來的素材 他會顯示一個余料建造的攻擊力 加4、加6、加8、加10的可能都有 你遇到新的武器,你覺得好用的 不論你喜歡用劍、錘、槍 你就統一把它加上去 記得不要讓你的武器只有單一化 那會非常可惜 除了打下去的傷害很低之外 再來就是我覺得遊戲體會更差 就是傷害已經不高了,這樣就更低了 好,此外講到武器呢 弓箭在這遊戲是非常重要的支援 這遊戲也非常鼓勵你當外相人 弓箭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的這個switch沒有飄移了 苗頭傷害都爆高了 而且也基本上他們對弓箭沒有什麼防備嘛 通常都被你射一兩發之後才會過來追你 你可能射到第三發他就死掉了 那當然相對的弓箭在這個遊戲裡面 獲得的就用購買的居多 也非常的稀缺 那其實遠戰比近戰好玩非常的多 那選擇一把好的弓箭 或者是遇到好的弓箭要把它留著 我對你非常的有幫助 所以一般的道具店如果遇到弓箭 賣劍死的可以把它買下來 那再來呢,新手教學啊 不能講新手教學 你要遇到一個新手神廟 可能你沒有開你玩到中期 或者是跑到外面繞圖了 裡面會有一個神廟 會有一個新手教學模式 當然這個新手教學模式呢 它有分三種攻擊 第一個的話是橫向的 完全閃躲 那你觸發這個完全閃躲的話 時機抓準的話可以觸發蓄力反擊 那還可以向後滾 然後蓄力反擊 那此外還有防禦彈開 那這個三點都是非常實用的技巧 那但是它在最開始的時候並沒有教你 一定要你要踏到某一個新手神廟的時候 它才會教 所以這邊如果給剛開始玩的話 你不曉得這樣的模式的話 那這邊可以做個教學 下一個,如果你遇到怪物 你真的逃不開 你被迫的要打的話 建議不要莽撞的上去 你手上如果 你不是都有盾牌嗎 一律先防禦 先看一下他到底要做什麼 因為防禦在這個遊戲裡面非常好用 怪物通常會打兩下四下或者是單下 你防禦先擋掉之後 再撐機偷砍他就好了 這樣是最簡單的 一對一的時候啊 那當然如果你的盾牌破掉的話 就不再實現 記得先善用防禦 之後看破敵人的手腳之後再攻擊 那我剛講這個遊戲呢 是賺錢非常的重要 那哪一個地方好賺錢呢 我目前的體感是 遇到礦坑洞窟類型的最好賺錢 礦坑洞窟類型的裡面都有 大部分都有高價的玉石 那玉石有的 基本上就 最低的也有10塊 30塊 100塊 200塊的 那你不要小看這 一兩百塊啊 這遊戲裡面 幾十塊就可以把你壓死了 所以遇到礦坑 建議都可以去裡面探索 獲得裡面的玉石來賺錢 此外 路上你會遇到有馬 馬並不好抓 你必須要透過潛行的狀態 一步一步慢慢前進 然後呢 到他的身後 才可以把他抓起來 那抓起來之後 他還不是你的 你必須要在地圖上 有一個叫驛戰的系統 你就可以把馬 把它放進去 這個馬才會變你的 那馬的好處是 除了移動速度比較快之外 你們可以培養感情 此外在各地的驛戰 你可以無腦的拿出來 加速你的移動系統 但整體來講 馬在這款遊戲裡面 還是屬於 趕路非常好用的系統 如果你遇到了 驛戰也開得差不多了 可以先把它抓起來 好 那此外呢 新手開始的時候呢 會有四個大任務方向 四個地區變種 那實際上先解哪一個的話 沒有哪一個先解 一定是比較好的 你也可以都不解 往在中間的地圖去做探索 但如果你一開始要解的話 要先往右邊 你地圖右邊的捉拉抬地 可以拿到一個瀑布 可以在瀑布水流 溯西而上的裝備 蠻帥的 那此外呢 在雷獸3的中腹洞窟 會有一個攀爬加速的裝備 前期非常好用 尤其是你耐力不夠的情況下 好那以上呢 是十個我覺得你可以注意的地方 那當然陸續還有很多 如果有一定的數量的話 我再統整起來 再分享給你 那也希望對新手 薩爾達的新手有所幫助了 那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那掰掰